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不穷 台湾普遍的平均的过敏所得 已经相当的高 如果说有穷人 人数的比例是非常的少的 我们每年做救济 冬陵救济 到冬陵年之前 我们每年多办一次 在过去我们 有旧品 旧衣服 旧鞋子 旧帽子 没有破的 很多人要 现在旧衣服不但是不要 新的衣服要看一看 这是什么料 因为这些人来领我们 救济品的人 他们的衣服都穿得很好 甚至于他们家里一边 有电冰箱的 有电视机的 这个是也正常 每一个人家里都有这些东西 在过去说这是摄制品 现在也变成必需品 所以是在台湾 人的生活 穷 贫 很少 倒是中国大陆 有很多比我们台湾 偏后偏远的地区 比台湾落后 比台湾穷 而苦 而我们台湾 大家不满足 人心不足 不知足 虚荣 贪得无厌 贪婪不移 所以 我们就产生 种种的社会的怪现象 什么男道 女仓 过去说男道 女仓 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 可恶的 男人做强盗 女人做妓女 现在男仓也有 女道也有 在过去是男道 女仓 现在是男道 女道 男仓 女仓 全部都有 这一个是非常 可悲哀的一种现象 为什么我们台湾会变成这个样呢 其他的国家 在欧洲 这个现象 没有这样子 而我们台湾呢 第一 好像爆发户蛮多的 因此呢 爆发户啊 他用钱 享受 是不考虑 也不知道 什么叫做 要继审 反正这个钱来得那么容易 一下子就发了财 所以是呢 车子 要做好的 房子 要做好的 衣服 要穿好的 鞋子 要穿好的 享受 一切都是高级的 甚至于 吃饭 要有金的杯子 喝水 要有银的杯子 这个 房子里面的装饰 或者是猪啊 宝啊 金啊 银啊 这些东西 这就是爆发户 但是呢 有少数的人 这个样 许多的人也更 因此呢 有许多的人 已经有饭吃 已经有衣服穿 也有菜籽猪 太太 孩子 都有 就是缺少什么 缺少满足感 所以呢 得不到 一时间 马上得不到 没有把握得到 因此就去做什么 男道 女道 还有呢 男仓 女仓 而扰乱 社会的治安 我们看到 做了绑票的人 做了强盗的人 杀人的人 会关起来 会判处 判徒刑 但是呢 还是有许多的人呢 灌过以后出来了 有的是改变了 是 所以是 重新再 这个 改头换面了 可是也有一些人呢 进去出来 出来进去 他无数位了 也有一些人呢 他没有进过牢 没有关系 反正是进牢 这有什么关系 出来 进牢 关几年再出来 死 死没关系 我先享受一灯 再死 由这种观念 有了以后呢 那我们这个社会 没有办法 再有起色 那我现在的 建议 要相信 由因果观念 才能够改善 我们的社会风起 大家如果有了 因果观念呢 平一副 都是靠自己 努力来的 不是现在的努力 也是过去的 过去生的 过去世 带来的福报 所以这一生呢 他很平安 也有很多的财产 和地位 那现在的努力 也可以达成 多多少少的目标 如果 不用自己的努力 争取到 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想要的东西 而用 所谓男道 女道 男仓 女仓 不发的手段 外出的行为 来得到的 任何一样东西 多如 水上的泡泡 还有呢 现在没有 得到果报 以后一定有得到果报 虽然有人说 我来生不咬了 我不再来了 没有这回事 你做不了主的 你欠着人家的那么多钱 欠着人家那么多债 你不来 不可能的是 一定会来的 所以呢 有了因果观念 我们的社会风气 才会改变 否则的话 可以说没有救 无论 我愿模仿 你因果